好了吗 好 开始 拆这个油力可以用这种工具 先插进去 再横着给它敲一下 把它胶给它铲掉 这样它这里都有缝隙了 这个都容易拿下来 即将下来 胶要拆开 胶要拆开 好慢慢拿过来 这里面要倒就要看一下 或者放低点 不少哎 仔细的看了一下不对 这不是胶 这是那个 这是金属 这有点像瓦片 瓦片磨损了 这个里面的胶 看到发亮吗 看一下 它就长了一条一条 卧槽 里面它被堵死了 胶跟那个磨掉那个铝的瓦片 有点像瓦片 这个里面的胶 胶 胶其实没有完全堵住 但是侧面有很大一块 还是影响了它的 净油的效率 然后这个银色的就是瓦片磨损的这个金属 用一个比较尖的旗子 把里面这些碎渣都给掏出来 现在BRJ3S店已经收到了厂家发文 说禁止拆这个油里壳 说这点阻挡的胶 并不足以影响发动机的润滑 但是我们拆下来发现这里面已经造成了拉瓦的情况了 这是胶 这是发动机里面的金属磨损的 现在还在捞 捞了个大的 这是一块大的 这个是用化清剂 清洗下来的 里面全是 这个胶还有这个 瓦片 打出来的金属碎片 这个是我们搜集到的 从里面掏出来搜集到的 惨烈的 这个案发现场 已经用化清剂 包括还有起子挑了好久 里面基本上干净 这里还有一点杂质 还要再冲一下 冲下来的很多 胶 金属碎屑 金属碎屑 这个上面 平色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也是一种胶 嗯 这就是金属的胶 这只是一部分 把机油滤芯给拆解了 检查的机油滤芯里面 并没有什么杂质 它的过滤性是没什么问题 我们已经有点来给我们 在这种东西 我们的这个点子 我们的这个点子 我们的那个点子 我们的那个点子